中指教師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故事還沒有講完 所以我們還有講 還要繼續翻 好 那在這個整個生態系的一個推動方式 那我先說一下 我們在做科普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些 應該怎麼講 有一點弱點 因為我們每次辦的 像這個中指教師的這個工作坊 或是短期的這些學生營隊 其實都是非常短暫的 那對於整個老師的一個支持 還有學生的支持 當然可能可以做到一些甜果的效用 但是真的要燒的噼哩啪啦的 實在是相當的不容易 那在今年 我們很高興喔 這個 我們可以在一些媒體上可以看到 其實可以看到現在呢 我們在台灣有了一股新的力量 這個就是科丁 科丁呢 他提供這個老師師資上的一個資源 還有教學上的資源 讓這些所謂的運算思維的課程 規矩相關的課程 能夠來進學校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頒發 我們2018年 S4A最佳推廣夥伴 科丁聯盟協會 那我們來請劉理事長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好 謝謝 歡迎劉理事長 大家好 我是教育界的新手 我是資訊業的老兵 今天這次展覽 我上一個最後一次展覽是在 在哈羅威 德國 這世界最大的展覽 我的展覽有500平方米 兩層樓 還有電梯可以上去 上面有喝不完的啤酒 我的手下有一萬個歐洲人 我有三個工廠在歐洲 有十三個分公司在歐洲 我手上有西門子 手上有富士同兩個世界大朋友 可是我註定失敗 為什麼我註定失敗 因為我發現我做電籠的工作 我有兩個地主 讓我永遠闖不過氣的 一個是Microsoft 一個是Intel 他的賺錢 是我工作了半天很努力 然後我繳錢給他 所以我是電籠 所以一個電籠的工作 註定沒辦法長遠的 回過頭來 我三年前回到台灣看見 哇 好多跟我一樣的電籠 怎麼辦 現在的地主是誰 現在的地主是擁有大數據 或者是擁有解讀大數據 或是擁有把大數據整理起來 當產品的公司 我是生意人 我不是教育界的人 我很擔心 我們教育我的下一代 還是做電腦 我們注重太多的硬體 我們注重太多的硬體 而忽略的軟體 也是一個很需要努力去生產的一個產品 所以大數據可以賺很多的錢 我們如果繼續教育我們的孩子 繼續以工廠思維 創造出一些硬體的思維的話 我們永遠會跟日本一樣 我們正在走日本的路 日本的大公司一個一個島 一個一個島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是電籠 他們沒有走向大數據 所以因為這樣子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覺得這個台灣的教育 看到S4A這一群人 你們這一群人很努力的在從事 翻轉我們孩子的教育 感到非常的配 那我們怎麼樣很快呢 因為你知道在體制內 很多受到體制內 框框給框住了 可是台灣有很多的錢啊 還能要有多少錢 台灣的上市公司也有好多錢 有很多基金會 他們在捐圖書館在捐什麼 為什麼我們把它拿來當作在教育上來使用 來過翻轉往台灣 把我們的孩子訓練成 從電籠變成地主 這是我們一定要考慮的 今天我們希望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 還偏向硬體一點 我們希望你們各位老師 將來能夠在軟體 想像力讓孩子不要碰硬體 就可以產生出火花的東西 我們希望在教育圈 能夠慢慢的研究教材 往那個方向去 而不是全部把它放在硬體上 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 能夠和大家合作 我們對小學 我們去 今年提供了350個小學 每一個小學 一個學期 每個禮拜兩堂課 兩個小學課 能Sprish 我們希望 明年有400個小學 所以如果各位有接觸 能夠跟我們聯繫 我們的小學 已經有金門的 藤武的 都有金門小學 我們訓練老師 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那 今年 明年我們有一個新的計畫 如果準備要國中老師的話 我希望你跟我們聯繫 我們國小是普及了 那大家好玩就好了 可是國中我們準備精英班 我們跟打籃球的概念一樣 我們要成立一個國中的聯盟 每一個學校有個籃球隊一樣的科兵隊 我們希望他一個禮拜有15個小時 能夠再寫城市 當課外 很像打籃球 然後校際不散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有興趣 會需要去 能夠跟我們結合 我們來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請幾個大學 在邊教材 我們希望國中三年出來 我們就達到駭客水 城市語言是小朋友要學的 我來學來不及了 各位現在開始學也來不及了 但是你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們可以教下一代 貪婪的事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大家的努力 你們有六千多的會員 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能夠翻轉台灣 翻轉台灣的教育 我們希望台灣能創造出很多地主公司 而不要這樣大部分我們現在做 包括我做了三十年的電容公司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劉伍斯 那接下來我們請鄭和聖老師 請作為這個科丁課程 接受的這個縣市 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好 首先非常感謝科丁 因為自從科丁進來了之後 我們那個在國中小 國小的部分 教學規學的老師大部分增加 因為科丁聯盟協會他們提供各縣市 訓練貴學的師資 那也提供學校端 尤其是你那個學校裡面沒有師資的 他可以向協會這邊申請一個學期的課程 那科丁這邊呢 負責全額的獎師費交通費 讓老師可以進到學校去 去教小朋友學兒童程式 所以如果各縣市有需要 歡迎找理事長 或者是找委員 各縣市都會有招集人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科丁的月刊 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科丁的月刊 那從早期低齡的時候 100個學校 現在已經到350個學校 非常的可觀 那很多天員的學校也密集 受到科丁的照顧 那我們再次感謝科丁聯盟協會 好 謝謝科丁聯盟協會 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授獎儀式 我們就邀請李旺龍教授來進行頒獎 好 謝謝 好 請台下觀眾我們給予熱烈的掌聲 謝謝科丁聯盟協會 還有劉里市長的一個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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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